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我们在开始练习羽毛球基础之前 首先要学习如何选择一款 实用起来得心应手的羽毛球拍 在羽毛球运动中 我们要在比赛中取得胜利 选择良好的器材装备 也是取得胜利的一个保障 同时它还具有保护身体的作用 那么在这一集我们对球拍 球以及相关的器材做一个介绍 羽毛球它是由16根额毛 以及球脱 包在外面的羊皮组成 按规则规定 重量在4.8到5.4克之间 那么如何选择羽毛球呢 首先看 羽毛的质量 洁白 厚度 比较均匀 在北方地区 冬天天气干燥时期 那么用球呢 应该 应该注意 增加它的湿度 拿一杯热的开水 我们用这个口 对着它 大概 15到30秒之间 或者更简单的说法 滚烫的水 开水 当你这个上盖打开 有感觉有热气往上冒的时候 就行了 介绍了球 我们再介绍球拍 我想给大家介绍就是 如果是进攻型的选手 或者力量足的选手 也就是换句话 男选手 他可能用 这个拍宽的前半部比较硬了 重量比较重的 或者球拍的重心 靠前的球拍 那么 你选手 以及力量稍微差一些 或者说 防守型的选手 可能用 重量比较轻 手感 质感比较好的球拍 球拍的 选择也很重要 用简单的目视 看一看 这整个拍面 拍宽的 水平度够不够 再 两手拿着 看这个弹性 左右也是 完 好 换一个角度 再弯 再看 这是一个简单的解验 下面我们讲 上拍 建议 初学者 上拍机上 不超过25磅的重量 随着水平的提高 业余选手 可以到 26 27 28 力量 进攻 都好的男选手 可以接近 专业选手的 半数 30半 或30半以上 拉好弦的拍子 应该 不变形 我们简单的 介绍了 球拍 那么 在 拉拍过程中 选择好的 以毛球弦 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一部分 我们再介绍一下 饼皮 打开 别把 这个 最后的 胶带 给丢了 从球拍的底端 开始 藏上 注意了 藏的过程中 凤与凤之间 咸与咸之间 要压紧 最后 就是 刚才说的 不丢掉的 这个底胶 把它撕开 在藏上 藏紧了 就完成一个动作 好的球拍 以及 多自由 必须要有一个 球拍包 进行 保护 拍包 有隔层 互相保护 避免挤压 好的 这一集 我们介绍了 球 球拍 以及 球弦 饼皮 球包 那么 这一集